Hello大家好我是小小 我的烘焙坊又添了一台新的烤箱 这段时间的话一直在用它来烤蛋糕啊面包 还有饼干之类的 不管是上色还是温度方面的 我都非常的满意 之前有几次让我推荐一款容量稍微大一点的烤箱 那这台烤箱的话呢 它是公布和屏幕二合一的烤箱 容量的话呢需要4020了 就非常适合家用还有做私房 烤箱内部的话呢 一次性的可以烤4个6寸的七分蛋糕 这边的话呢是还可以放一个的 像经常做烘焙的话呢 烤箱一定是显大不显小 然后8寸的蛋糕配呢是可以一次性烤两个 像平常我做私房有时候会接到12寸的蛋糕 这一个七分蛋糕模具也能轻松的放下 它上下的话呢一共是有6根发热管 然后这个内壁的话呢都是死品级的糖瓷类蛋 可以防刮不沾还非常非常的好清洁 那这里的话呢就是它的风机了 风炉的话呢一般都是通过这个风机里面的加热管发热 再通过风机把热量吹出来 那风炉的话呢它是可以实现多层烘烤的 像做饼干呀月饼呀还有蛋黄酥之类的呢 就可以实现量产 那我用它来烤的糖酥啊 上色是非常均匀的 烤出来的糖酥呢是特别的漂亮 那这台烤箱的话呢它还带有一个蒸汽水浴功能 会喜欢吃烤肉还有欧包的功能呢就特别特别的好 烤出来的食物呢是外酥里嫩不干柴的 在这个烤箱的顶部呢它是有一个外置水箱的 我们在烤肉或者是烤欧包的时候呢可以加入了30毫升的清水 水的话呢就会滴落在烤箱里面被高温的气化成水升气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呢就需要外在底部呢给它进行这个流水 其实这样操作起来的话呢是有一点点这个危险的和危险的和安全 那这样子操作起来的话呢会更加的方便 再看一下它的一个操作面板它是直接设计在这个门把手上面的 会更加的节约空间采用了一个彩屏加触屏 然后加旋钮的一个设计啊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明亮 这台烤箱的话呢它还类置了18道自动菜单 对于新手小伴来说的话呢真的非常的友好 按着这个上面的菜单模式来就可以了 看一下这一边这里是上下烤就是我们平常用的最多的 然后还可以单独设置上烤和下烤 还有一个就是近两年来最流行的一个这个空气炸的功能 它也是有的 那这个热焚烤呢就是风母模式 值得一说的就是这个发酵模式了 像一般烤箱它的发酵时长呢只有两个小时 但是这款的话呢它是有24个小时的 像夏天的话呢我们就经常用这个功能来发酵酸奶 租出来的酸奶真的好好喝 就发现这个功能之后我们家没有去外面买过酸奶了 再来看一下烤箱的配件 它这里面呢是有一个结扎盘的 一个陶瓷的烤盘 还有一个不锈钢的烤网 这个可以用来烤果干 然后还有一个不锈钢的烤架 整体看下来会发现这台烤箱 它的功能呢其实还挺多的 可以做蛋糕啊面包啊饼干之类的 然后还可以用来发酵酸奶 可以用来烤肉 还有做欧包之类的 就是能做的东西呢是非常多的 就很适合家用还有私房 比如说想在小区里面做一些烘焙点心 还有饼干之类的团购再就是马上就是月饼鸡了 可以做一些月饼来送人或者是售卖呢 都是非常非常OK的 大家如果喜欢这台烤箱的话 就不要错过了哟 彩效sk сов 推草的